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爸妈将拆迁款全给了我哥 就连遗嘱都立好了一分不留给我 后来我爸查出尿毒症 我哥将家产败光了 一家人找到我 让他家产败光了 让我拿钱给他们治病 顺便摘一个肾给我爸 我掏出只有我一个人的户口本 不好意思 你们是哪位 村里通知拆迁那天我回了家 就连一年见不到几次人影的我哥 也回来了 进门的时候 我妈正和我哥聊天 她笑得嘴都差点裂到耳后跟 一见我回来 我妈的表情就变了 你回来干什么 这么多年来 父母重男轻女的事我已经毫不奇怪了 我举起手里的礼品没说话 我妈看见我拿着的东西 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点 接过礼品后又开始不满地抱怨 来回的车费那么贵也不知道节省 以后你每个月的工资都给我 你就不用回来了 东西我会自己买 我哥在一旁斜眼看着我 语气里带着嘲讽 刚好家里要拆迁你就回来了 送礼品只怕也是 是为了分家里的拆迁款吧 我呵呵一笑 白了她一眼 你是在说自己吧 我每个月都回来 家里的生活用品 日常开销也都是我花钱 倒是你 这次要是不回来 我还以为家里没你这个人呢 我哥的脸仗成了猪肝色 瞪着我说不出话 我妈冲上前来打我 唾沫星子喷我一身 你胡说什么呢 你哥以后要给我养老 你花的这点钱算个什么 我忍无可忍 躲开我妈又挥过来的巴掌 家里生病住院 日常开销 她花过一分钱吗 你这么宝贝你儿子 你生我干什么 我妈瞪着我叫骂 我生你养你 你给我花钱怎么了 这还没分拆迁款 你就想着算账了 果然说的没错 生女儿就是赔钱货 我哥看有我妈撑腰在一旁 幸灾乐祸的笑 我爸从屋里出来 嗓音里是明显的不悦 吵什么吵 这家里的所有东西 以后都是你哥的 拆迁款你一分都别想要 我明天就去镇上开证明 我们死了 钱也是你哥的 我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家人 凭什么 这么多年都是我养家 现在家里拆迁 你们一分钱都不留给我 我爸义正言辞地看着我 留给你有什么用 我们以后都靠你哥 我哥听见爸妈要他养的时候 明显眼神有些不悦 但一听见拆迁款全部留给他 他又恢复了刚才的趾高气昂 我冷笑一声 看着眼前凉薄的一家人 行 既然这样 那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靠他养吧 话音刚落 我爸妈气得脸色铁青 我哥立马愣住了 指着我的鼻子开口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 爸妈养你那么多年 你就是这样回报他们的 你有良心 怎么没看你养 要是没记错的话 到时候村里还要来登记 儿女赡养老人的情况分款 你应该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一毛都没出过吧 我哥仗红了脸说不出话 爸妈指着骂我半天 我拿上刚带来的礼品 就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 我爸就去镇上立了遗嘱 还在村委会大肆宣扬 要将拆迁款全部留给我哥 这是闹得街坊领居都知道 说是人还活得好好的 就着急立遗嘱的 我家是第一个 我爸妈在村头骂了我一个月 说养女儿没用 还是儿子孝顺 村里的大概都了解 我家的情况 有个大姨忍不住反驳 你家女儿多好啊 把你们两个养的 你那儿子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我妈当街就和那个大姨吵起来了 说她生不出儿子 还嫉妒别人 至此 大姨也和我家闹翻 两个人天天在村口说 对方坏话 为了感谢那个帮我说好话的大姨 我给她女儿买了新的文具 村里的女孩大多没读过书 大姨看见我买的礼物 十分感动 第二个月 我妈似乎就将这些事 都忘在脑后了 到了日子就给我打电话 催促我给生活费 我直接把他们的手机号拉黑 养女儿没用 那他们去找儿子 养就行了 我哥破天荒地 给我打了个电话 开口就是一顿骂我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 爸妈的钱都花完了 你赶紧把钱打回来 我冷笑一声 到现在还打着如意算盘 爸妈说了以后 靠你养 你总不希望传出去 你还是个啃老族吧 我哥就是没本事 还死要面子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把他的号码也一起拉黑 之后 我妈又在村里说我坏话 说我霸占不到我哥的家产 就虐待他们 控诉我不笑 我哥也顺势装出一副 有孝心的样子 天天去菜市场买菜回来 路上遇见一个人 都要炫耀一下他的孝心 我妈也一脸欣慰 两人一副母子情深的模样 但他哪里有钱 之前我给爸妈打的生活费 有一大半都进了他的口袋 他在外地混天度日子 天天好吃懒做 靠着爸妈从我那里搜刮来的钱生活 更何况现在要养一大家子 没过多久 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 大姨说每次去买菜 都看见我哥在买菜贩子的烂菜叶子 据说还因为价格和菜贩子炒起来了 最后被菜贩子的一句 没钱买什么菜气的脸色铁青 一周后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说是我爸妈食物中毒进了医院 我到医院的时候 爸妈刚洗完胃 我哥一脸心虚地站在一旁 医生叫我去交钱 医生 我爸妈说了以后都靠我哥养 就连家里的拆迁款也全留给了我哥 我确实是想为他们花钱 但他们不要呀 我哥一听气得脸色铁青 指着我的鼻子开始骂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 爸妈养你那么多年 你连医药费都不愿意为他们出 可惜我现在没钱 我要是有钱的话 宁愿自己不吃不喝都要给爸妈治病 医院本就是是非之地 我哥的一番话 更是惹得周围的人分分围过来 这也太没良心了 自己父母都不管了 女儿大了就成别人家的了 这对老夫妻真惨 这儿子真有孝心啊 周围人七嘴八舌的议论 眼看大家都在指责我 我哥幸灾乐祸地看向我 我也不慌不忙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拿出了转账记录 以及消费记录 这些年 爸妈的钱全是我给的 包括你现在用的那张卡都是 我帮爸妈办的 我记得里面还有一点钱 刚刚来医院之前 这上面似乎又消费了一笔 在场的各位可以看看 话音刚落我哥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住了 在场众人围过来看我的手机 直到看见最新那一次消费 新款游戏机 众人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 我不慌不忙地开口 爸妈生死未卜 躺在里面洗胃 你在外面用他们卡里的钱 买新款游戏机 哥 你还真是孝顺呢 我哥仗红了脸 周围的人都鄙夷地看着我哥 原来是个啃老男 自己把钱败光了 还想坑妹妹的 就是 我看这老两口 估计也有问题 女儿每个月打的钱 都进了儿子口袋 自己窝囊 还想污蔑妹妹 真是厕所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的 我哥还想说什么 但这次医生也开口了 请尽快去交费 刚刚老人也说了 他们只有一个儿子 没有女儿 我哥只好顶着众人的目光 灰溜溜地去交钱 他从我爸妈那捞来的钱 应该还剩一点 不过既然他要装 我就陪他演下去 刚进病房门 就听见我妈破口大骂 他们在我哥的照顾下 也成功地瘦了几圈 养着赔钱货 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医药费都不给我交 还是我儿子孝顺 幸好当初决定拆迁款 一分都不给他 看见我进门 我妈还想说些什么 我直接提前打断了 妈 医生说了 你们是吃了坏猪肉 引起食物中毒 我本来还准备买点什么 给你们补补身体 不过你们似乎更喜欢 我哥给你们买的东西 那我就不死皮赖脸地 讨好你们了 话音刚落我哥脸上 红一阵白一阵地尴尬 我爸妈原本气愤的表情 似乎也变得微妙起来 我哥买便宜东西省钱的事 我爸妈还不知道 此前他们还经常拉肚子 只是这一次严重一些 直接拉到医院了 我妈耿着脖子反驳 一脸凶狠地瞪着我 要不是你不给钱 我们今天都不会躺在医院 你还好意思和你哥比 这次的医药费就是你哥交的 我瞥了一眼我哥 将消费记录再次调给爸妈看 我妈看见最新的游戏机购买记录 整个人都呆住了 确实是我哥交的 所以他把你们的卡拿走 买个游戏机犒劳自己 好像也没问题 我妈还想说些什么 我爸在一旁骂我 以后这个家都是你哥的 他买游戏机怎么了 你的钱也是他的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妈瞪着我不说话 我哥站在一旁 支支吾吾地狡辩 我看着一家人 这副情深义重的模样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病房 我妈出院之后 就把自己为什么进医院 这是忘在脑后了 我爸恢复了身体镇上的拆迁款 差不多也到了 镇上人来的那天 我爸要求把钱全给我哥 政府的人也看不下去 但碍于现在拆迁的这个房子 都是我出钱盖的这事 他们也只好骂骂咧咧地 看着我分走了二十万 我拿钱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哥又开始不满 你迟早是嫁出去的女儿 凭什么还要拿娘家的钱 我看着镇上刚打给我的拆迁款 白了他一眼 要是没有我 今天拆迁的房子都没你一分 你还真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自己 不仅啃老 还空手套白狼 拆迁款这是本就人多 我当众揭开了他的遮羞布 我哥的脸都仗成了猪肝色 周围的人也一脸鄙夷地看着我哥 我家的这些破事 早就在大姨以及我妈的宣扬下 毫无秘密了 拆迁大队的人都多看了我哥两眼 我妈气得脸色铁青 你个赔钱货胡说什么呢 这家里的以后都是你哥的 你再胡说 这些钱也别想拿了 我扫了眼一旁政府的人员 以及门口围着看热闹的同村人 淡淡开口 妈 只要我还是你们的女儿 这钱就有我一份 你们说的没用 我哥一听 恶狠狠地瞪着我 许久没说话的我爸 突然盯着我开口 那我们就断绝关系 以后我们没你这个女儿 话音刚落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 我哥原本生气的脸也僵住了 我妈呆愣在原地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我爸 我爸看都不看我一眼 扭头看向一旁的政府人员 今天在场的还有法律人员 有人劝我爸 但我爸压根听不进去 比起我妈 他更加冷酷 又坦然地接受我的付出 然后再贬低我的价值 我哥的自私自利 也是完完全全 遗传了他的基因 不断绝关系也可以 把那二十万交出来 以后每个月按时和以前一样 给我们生活费 也别想打你哥财产的主意 我妈原本呆住的表情 这才缓和了 她站到我爸身边 又恢复了那副恶狠狠的模样 他们断定我不可能和他们断绝关系 就是把二十万拿出来就不断绝关系 还要签那个什么公正书 以后不能拿你哥的钱 交出二十万 拆签款全给我哥 工资每个月都上交给我妈 我一无所有 我哥赚得盆满钵满的 一家人打得好算盘 周围的人一阵唏嘘 就连原本见惯了这些家长里短的政府人员 也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天下真有这样的父母 我哥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全然没有刚才的窝囊和羞愧 我扫了一眼屋内的一家人 又看向政府人员 好 听你们的 我签 反击 拿过纸笔我刷刷两下 就写下一行字 我哥心满意足地准备抢过我的手机 把二十万转回去 我侧身躲开 冷眼看着他 麻烦离我远点 他一脸错愕 爸妈刚准备发火 众人就看见我纸条上的字 自愿断绝关系 这下我爸妈的脸黑了 我哥一脸欣喜地看着纸条上的字 毕竟没人和他争家产了 我爸铁青着脸就要打我 但被众人拦下了 我妈往地上一坐 就开始哭诉 养了个不孝女 要和家里断绝关系 我造了什么孽呀 养出这样的女儿 我哥顺势又开始表孝心了 爸妈 我会养你们一辈子的 妹妹不懂事 你们别气坏了身体 爸妈这才缓和过来 一脸欣慰地看着我哥 还不忘骂我几句 周围的一群人都无语了 看着这一大家子自导自演 政府的人也实在看不下去 把拆迁款给我哥就离开了 我哥看着除去二十万 还有的八十万眼里露出贪婪的光 我也懒得管我哥 只和爸妈最后说了句离开 他们此刻正沉浸在刚得到巨款的喜悦之中 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我爸还让我快走 以后这个家和我没关系 隔天我爸就去身上办理了断绝关系的证明 还将我的户口移了出去 由于户口被转出来 我亲自回去把户口签到了我目前工作的地方 和家里断绝关系之后 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攒钱 原本以为我会伤心一阵子 但现实是摆脱了束缚的我生活 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升到了主管 工资也涨了 当我只用为自己打拼的时候 目标就很明确 至于我爸妈 大姨和我聊天的时候告诉我 拆迁款我哥拿去在城里买了个房 六十万全款的一个小平房 两时一听 装修费还没着落 村里一群人拆迁都分到了好处 大姨家分到了二百万 在城里换了个大房子 女儿也在那里上学 听说我妈还总和村里人抱怨 当初盖房子的时候盖小了 但旁人一说到谁出钱盖房子的时候 我妈都要把我拉出来贬低几句 那个不孝女 说了几句就和家里断绝关系了 白痒了 几句话把他们撇得一干二净 仿佛去政府相关机构 开断绝关系 证明的是我 好不容易东拼西奏的一点钱 装修了新房子 我哥找了个女朋友 女方说不想和婆婆住一起 我哥就不让爸妈住进她的新房子 想到之前家里的老房子破旧 我心疼爸妈 努力挣了两年的钱 才把老房子翻新 如今老房子要拆迁 估计他们也很满意我哥给他们的安排 后来我没再关注家里的事 而是一心打拼事业 两年后我成功买了房付了首付 这辈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了家 直到有一天 我哥突然找到我 说是我爸生病了 尿毒症 说我爸只想见见我 这样的话 我是完全不信的 但出于对他们所剩的最后一点亲情 我还是去了 到医院的时候 就看见我哥的女朋友 穿金带银地站在门外 手捂住鼻子 一脸嫌弃 我哥站在一旁提着她的包包 看见我来了她一脸的欣喜 连忙进去喊我妈 两年没见我妈 她苍老了很多 人也瘦了一大圈 但一开口 还是一如既往地叫骂 你个不孝女 还回来干什么 你怎么不等 我们都死了再来 现在假惺惺地干什么 还没等我妈说完 我哥就撞了撞她的胳膊 我妈这才冷静下来看着我 既然你来了 就赶紧去查个血 我一脸的不明所以 我妈刚准备开口 我哥就给她使了个眼色 是医院的规定 进病房的家属都要验个血 怕身上有什么传染病 你也知道 你爸病了身体弱 说完就红了眼眶 我自然不可能相信他们的鬼话 只是指着我哥问 他怎么不用查血 我妈瞪着我开口 你哥身体弱抽血多大危害啊 再说 他还准备说些什么 我哥马上阻止他 哥陪你一起去 等会我们一起去看吧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点头同意了说 需要准备一下 血减结果很快 到了下午拿结果的时候 我才知道 刚刚我的血被他们暗地里拿去 和我爸的做了配型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一大家子贪婪的目光 再也藏不住了 结果单上配型成功的提示 无异于揭开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赶紧去和医生说肾缘找到了 今天就可以做手术 我妈脸上流下两行热泪 看着我哥喜极而泣 你爸有救了 我哥松了一口气 回过头来看向我 妹妹 爸的生死就掌握在你手里了 你一定不会不管爸的吧 毕竟他平日里对你那么好 我看着两个人兴奋的眼神笑出了声 你们这算盘未免打得也太响了 我记得我只是来医院看看吧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妈原本兴奋的表情将在脸上 转而变成一脸的怒气 你说什么呢 你想看着你爸死不救他 我哥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还假惺惺地扶着我妈 妹妹 你怎么能这样呢 爸生病了一直念叨着你 你竟然宁愿看着他死也不愿意救他 我一脸惊讶地看着面前的两人 真的吗 以前过得好爸从来想不起来我 现在躺在病床上了想起我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这个儿子亏待他了呢 我哥一脸尴尬 但为了忽悠我他也只能耿着脖子反驳 你胡说什么呢 爸只是不善于表达 那你不是很会表达吗 不仅想要我的肾 还得对你们感恩戴德 我妈脸色气得铁青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你个不孝女 我真后悔生了你 我一脸无所谓 看着面前的两人 后悔也晚了 今天我只是来看一眼 并不打算留下些什么 说完我就转身离开了 无论我妈在后面怎么叫喊 我都无动于衷 离开医院后 没多久 网上就出现了一则新闻 我妈掉了医院走廊的监控 断章取义地制造出 一家人求我救我爸 而我无动于衷的视频 视频的最后 他哭诉着说 这些年将我养大的不容易 说他对我多好多好 以至于钱都给我花了 我哥到现在都没找到老婆 而我忘恩负义 甚至不愿意就亲生父亲的命 舆论的风向 致使不少人 扒出了我的住址和公司 民愤给我的工作和生活 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我向公司请了假 又去了一趟医院 我妈看见 我就冲上来打我 嘴里还叫骂着 你翅膀硬了 还敢不同意 你以为我没有办法吗 我妈这一下 闹出来不小的动静 医院不少人认出来 她就是视频里 那个可怜的母亲 周围聚集了一圈人 我妈和我哥 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我妈坐在地上哭诉 象征性地 还扯住我的袖子 表现出求人的模样 女儿啊 求求你救救你爸爸 你不救她 她会没命的 我哥蹲下来扶着我妈 装出一脸无助地看着我 妹妹 只要你愿意就罢 以后让我做牛 做马都可以 说着还象征性地 流下几滴眼泪 周围的人看着一脸的触动 纷纷夸我哥 有孝心 在看向我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露出 鄙夷的目光 这人也太没良心了 他的家人对他那么好 到头来还不愿意 就他爸的命 就是就是 这个老人也太可怜了 据说家里钱 都被这个女的花光了 哥哥到现在都没钱结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但也有明事里的人提出质疑 我记得儿子都可以去检测呀 为什么一定要女儿的 我哥眼睛转了一圈 就继续诉苦 知道我爸得病的第一时间 我就去检测了 但我和我爸的肾源不匹配 众人这才打消了疑虑 转而继续鄙夷地看着我 我看着面前的一群人 忍不住笑出了声 真是人生大舞台 有戏你就来呀 我妈和我哥的表情 都僵在脸上 但我哥还是维持着 刚才的情绪劝我 妹妹 爸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救救他好吗 哥给你跪下了 说着就做事要跪下 膝盖弯曲的时候 还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我盯着他的微表情 差点绷不住笑出声 不过我没阻止他 众人也从一开始地指责我 变成了所有人看着他膝盖弯曲 在半空中 但迟迟不跪的诡异画面 我哥脸上有些尴尬 但众人都看着他 我也双臂环抱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既然他想 那我就配合他演这个恶人 演戏要演全套这道理 他也不是不懂 我妈见这一幕 直接点燃了心底的怒火 我造的什么孽呀 生了这样的女儿 不就自己亲生父亲 还让亲哥下跪 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们 我可没叫他跪 他自己说跪又不跪的 哭天喊地的演得还挺真 周围群众也由一开始地骂我 变得更加愤愤不平 这女的也太恶毒了 就是就是 这家人也太可怜了 我哥和我妈低下头嘴角 勾起一抹得逞地笑 我冷冷看着他们 把肾给我爸 手术的钱谁出 当然是你呀 两人母子连心 一口同声地开口 甚至以为我答应了脸上 原本的悲伤 此刻都变成了兴奋 周围的人这才发觉不对劲 摘一颗肾还不够 还要让女儿出钱 我哥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你也知道我们没钱 家里的钱都被你花光了 说完继续装出一副 受害者的模样 周围群众的民愤达到了极点 我哥看时机成熟了 直接跪倒在我面前哭喊 求求你舅舅爸爸 如果我能救爸 要我两颗肾都行 说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我妈也在一旁哭天喊地的 仿佛要晕过去了一样 那真是太好了哥 不用你两颗 一颗就行 话音落下 我妈更加气愤地指责我 你这个不孝子 你哥和你爸肾缘不匹配 你是想害死他们吗 我哥也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 妹妹 你别说胡话了 舅舅爸爸 众人也在一旁议论纷纷 恨不得下一秒就冲过来撕了我 妈 你从哪知道 我哥不匹配啊 昨天查写的时候 成功的是我哥的 不匹配的那个才是我的 此话一出 众人都愣在原地 我哥肉眼可见的惊慌 我妈更加气愤 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胡说什么 你个赔钱货 自己亲生父亲都不救 还想害死你哥 我不慌不忙地开口 一脸的奇怪 妈 你们不是已经和我断绝关系了吗 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找到我的呀 我妈一脸错愕 似乎是没想到 我会当众捅破这件事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户口本 上面也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哥目光闪烁了一下 开始表演 妹妹 当初你嫌弃我们 抛弃我们 自己去了城里 现在爸爸生病了 你就不要再任性了好吗 一句话把他们 撇得干干净净 把我贬得什么都不是 我看完了他们的戏 确实很有意思 我看向我妈 一字一句开口 妈 你难道忘了吗 当初爸出车祸 你把我送去给爸输血 结果我们的血型根本不匹配 最后还是我哥赶来了 才给爸输上的血 那个时候 你还骂我没用骂了好久 你都忘了吗 我妈瞬间愣住了 我知道她肯定是想起来了 我的好她不可能记住 但我哪一点没做好 她能记一辈子 我哥还想说些什么 但我直接出声打断她 医院里都有记载的歌 你说的不算哦 或者现在在大家的见证下 我们再去抽血查一次呢 我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哥 反观他额头 已经浮现了一层细汗 眼看众人都带着 狐疑探究的眼神看着他 我哥直接绷不住了 妈 你救救我 我不能失去一颗肾 我还要养家 养你和爸 我要是没了一颗肾以后 怎么活呀 我哥向来是又窝囊 又要面子 如今直接不打自招地 开始哭天喊地 众人都被他突然地 转变震惊了 我妈脸色瞬间煞白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哥 带我去抽血的是他 说我匹配上的也是他 哪里出了问题 他心知肚明 回过神来 我妈又恶狠狠地看着我 都是你这个桑门星 害得你爸得病 现在还想害死你哥 此话一出 周围人都惊呼 不少人差点忍不住 朝他们吐口水 这一家是什么人啊 就是就是 我算是看明白了 逼小姐姐出肾又出钱的 还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难怪他爸得病 一家子坏肿残害女儿 估计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我哥和我妈脸 仗成了猪肝色 我哥色缩地躲在我妈身后 我看向我哥一脸的欣慰 哥 记得给爸捐肾哦 毕竟他养你不容易 你总不能不就自己亲爸爸 差点忘记说了 钱你也出了吧 因为我没钱 我记得你刚刚也是这样说的 说完我不顾我妈的哭天喊地 直接转身离开 这是不知道被谁录了相 还上传到网上了 大一也出面作证 联合政府人员将当初他们拆迁款 一分不愿意给我 逼我断绝关系 这些事全部捅出来了 一时间网上一片骂声 我哥不愿意捐肾给我爸 我爸怕死天天骂他 我妈可忙了 一方面安慰丈夫 一方面安慰儿子 后来又听说和他们吵起来了 一家人鸡飞狗跳的 后来流言传的整个医院都知道了 不少患者听说和他们一个医院 闹着要去警察局 我爸在医院待不下去就回家了 每星期去医院靠透析维持 只是还没过两个星期 我妈又给我打电话了 我将他们从黑名单拉出来了 看戏这是我还是比较在行 一开口就要钱 给我二十万 你爸透析药用 我知道我妈想要回去之前那份拆迁款 我故作疑惑地开口 妈 家里有一宝 透析哪里需要花那么多钱 你当我傻呢 我妈憋不住又开始吼我 你都和这个家没关系了 凭什么还拿家里的拆迁款 你爸生病了 你一分钱都不花 妈 不是你们当初说以后都靠我哥养吗 我妈噎了一下 但还是继续厚着脸皮开口 你个丧门星 要不是你晦气 家里能成这样吗 今天这二十万你必须给我 什么二十万呢 妈 我怎么听不懂 不等我妈开口 我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发了一张图片过去 早在刚签出户口不久 我哥就把那二十万要回去了 我拿了他的一点拆迁款 他怎么可能坐得住 二十万给出去 是和这个家断了最后一点念想 也还了我爸妈的生育恩 我妈的电话再次打回来 语气明显都带着惊慌 你发的图片什么意思 我不慌不忙地开口解释 妈 这很难理解吗 钱我哥已经要走了 你们不是说家里的东西都是他的吗 我就给他了呀 我妈开始变得语无伦次 他 他说没钱 你哥 你哥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妈 你应该庆幸的是躺在床上的事吧 而不是你 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妈再怎么回播 我都装作没看见 她发信息和我说好话 甚至想要说出一些温馨的场景来感化我 而我只是淡淡地回复他你记错了 那是我哥 后来 从大姨那厅说 我妈去找我哥要钱 到的时候 我哥正和他女朋友在屋里吃山珍海味 沙发上放着刚去商场买回来的衣服鞋子 我妈哆嗦着双唇开口要钱 我哥一脸为难 妈 我现在也没钱啊 你看 我结婚前还没着落 你看我爸透心也挺好的 要不就算了吧 他年纪也大了 听说那天 我妈听见这话 发了疯地骂他是不孝子 我哥一脸的坦然 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 也是我做主 以后你们死了都要靠我埋 有本事把我也赶出家门 我妈一听这话 立刻愣住了 脸色瞬间惨白 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回家了 我妈开始想要感化我 她好像突然想起了我的好 只可惜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所以根本不想回到从前 我妈没办法 只好出去给别人当保姆 维持生活 一辈子没吃过什么苦的我妈 在她五十岁这年 出去干家政 给我爸挣医药费 据说我爸生病之后 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动不动就打骂我妈 我哥偶尔回家的时候 也嫌弃他像捡垃圾的老太婆 他们说我妈是丧门星 我爸也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切都算在我妈头上 我并不觉得他可怜 只是觉得好笑 我离开了之后 他就过上了我曾经的生活 再次听到我妈的消息 是他病了 长期的压抑和劳累 让他得了肺劳 家里没了收入 雇主嫌弃 我妈生病 怕他传播病毒 也把他辞退了 我爸的脾气更加暴躁 说他挣不了钱没用 大男子主义的我爸 不可能承认他基因生出的我哥有问题 我哥也觉得我妈是脱油瓶 他不愿意出钱给我妈治病 我爸手里也捏着一点积蓄为自己着想 我托大姨给我妈带了一点特效药 听说我妈拿到药的时候 大哭了一场 再后来听说 我哥跟人炒股输光了钱 房子抵押进去了 连女朋友都跑了 我哥灰溜溜地跑回去找我爸妈要钱 不到两年时间 一百万外加我曾经给我爸妈的钱一分不剩 我妈身体还没好 就被一家人逼着出去工作 她不去 我哥和我爸就对她拳打脚踢 她还没好拳的身体又生了新的疾病 看她实在不能工作 他们又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用我妈威胁我让我给钱 我毫不犹豫就报了警 警察已敲诈勒索 把我爸和我哥抓进去了 后来听说他们出来后 没多久就死了 我妈一份老鼠药下在菜里 一家人全都死透了 我家平时不和别人来往 据说被人发现的时候 尸体都发臭了 只可惜我听到这一切的时候 毫无波澜 大姨和我聊天的时候 说我妈估计是后悔之前那样 对我了 我摇摇头 她不会后悔的 她只是不想一直过这样的苦日子 所以拉着大家一起下地狱 她大概觉得所有人都欠她 大姨有些疑惑 我拿出手机 里面有一条 我妈死之前给我发的短信 她喊我回家吃饭 她想要死所有人 只是我对她 对那个家已经没有任何期待 但凡我心软了一点 此刻我就是一缕亡魂 我的清醒拯救了自己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因为买房发了朋友圈 舅妈极度到心梗 为了逼我赔偿百万医疗费 日日在我公司门口撒泼打滚 妈妈非但不帮我 反而一巴掌扇破我的耳膜 质问我为什么有钱不给她 嫂子嫌弃我买的房小不够住 跟哥哥一起将我赶出家门 我没了房子 丢了工作 还欠下一屁股债 最终流落街头 被货车撞死 得到我的死讯 我妈脸上没有分毫动容 却在货车司机面前哭得死去活来 讹了人家好大一笔 后来 她着急忙慌地想去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才发现房产证上本就是她的名字 于是假母假式地抹了一把眼泪 傻孩子下辈子给妈妈买房 可一定要告诉妈妈呀 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买房那天 这次就让惊喜变成惊吓吧 知意快来吃饭了 我猛地睁开双眼 对上的竟然是妈妈慈祥的一张脸 她朝我伸出手 称怪道 大冬天的怎么满头的汗 妈妈帮你擦掉 我不受控制地往后躲 她的手扑了个空 僵在我面前 嫂子的声音从房里传来 哎 壮壮的奶粉又喝完了 可怎么办哟 看着桌上的咸菜西粥 我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重生了 我去买 说完这话 妈妈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知意 妈妈这辈子最成功的事 就是生了 你这么个知冷知热的小棉袄 可看我往卧室里走 她的声音又不自觉提高了八度 你回房间干嘛呀 拿钱 妈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我用尽全力朝她挤出一个微笑 陶冶似地出了家门 隔壁舅妈钱大芬听到动静 也开门跟我撞了个正着 知意这是要去哪 我深知自己打不过她 握紧双拳 忍住了想跟她拼个你死我活的冲动 见我不说话 钱大芬尴尬地笑了笑 那啥没别的事儿 你表弟的牛奶也喝完了 你顺手就给买回来吧 多买两箱啊 省得过两天 又得麻烦你跑一趟 没搭理她 我垂着头走得飞快 钱大芬还在我身后扯着嗓子大喊 要鸡牛排的呀 别的你表弟不爱喝 我家住在平民窟中的平民窟 但凡有一丁点钱的邻居都搬走了 整条小巷漆黑 唯有我妈和舅妈两户人家还亮着灯 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这里 我的房间亮起了灯 大大的窗户映射出了我妈在房间里翻翻找找的身影 想必是因为我出门前那句拿钱 让她误以为我存了私房钱吧 真是可笑 要不是死过一次 我根本不会相信 从小母亲对我的疼爱都是装出来的 她就是把我当作赚钱机器 要我心甘情愿地将我一切 完完整整地双手奉上 从家里出来后 我给自己开了个酒店 看着银行卡里的百万余额 陷入了沉思 上一世 母亲从不让我做饭 我以为她是体谅我工作辛苦 可等我死后才知道 她其实只是害怕我看见厨房里藏着的肉和蛋罢了 每次她都会找各种理由让我先吃饭 等我吃饭的时候 嫂子就会抱怨家里什么什么没有了 我都会主动去买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家偏僻 他们要的东西一来一回至少两小时 这时间足够他们重新做饭吃掉 再散味 都什么年代了 我根本不会在意这点 可尽管我的工资越越上交 我妈依旧告诉我家里接不开锅 所有的钱都要留下来买个大房子 一家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终于我完成了一个大项目 公司奖金一到 我立马买了房 想送给妈妈 原以为她会开心 可换来的却是一家人的指责与谩谩 舅妈看到我发的朋友圈 当场气晕过去 醒过来一开口就是百万的赔偿 她来我公司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许之意你要不要脸 你弟弟还住在那样的破房子里 你怎么好意思自己买房 我不管 既然你那么有钱 医药费就赔我一百万吧 不然我跟你没完 没错 她口中的弟弟 是她跟我舅舅的儿子 舅舅前些年因为工商去世 她拿着赔偿款潇洒了几年后 就赖上了我 日常生活全靠我接济 我原本以为 她这样对我 我妈一定会帮我说话 可她直愣愣地甩了我一耳光 白眼狼 你就是个白眼狼 老娘真后悔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 大颗大颗泪水从我眼眶低落 我甚至来不及解释 那房子其实是我买给她的 是我为她准备的惊喜 我哥提着一宝温筒的粪水 泼了我一身 还见到了公司最大的客户脸上 同事惊得四处逃窜 领导震怒 当场开除了我 并要追回所有奖金 听到这话 我妈恶狠狠地催了我一口 活该 她带着歌嫂 霸占了我的房子 将我赶到大街上 我哭得不能自已 一辆货车急驰而过 把我撞飞 我妈大喜 她朝着嫂子使了个眼色 嫂子瞄懂 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下车 查看情况的货车司机 裴浅 你撞死了我侄女 别想跑 司机拿出手机 想叫救护车 被我嫂子抢过手机 砸得稀碎 想找帮手 没门 我妈则紧紧地抱住我的头 生怕有人发现 我还没死 她喃喃道 许之意 你是个女的 你的使命就是让你哥哥过上好日子 你活着做不到 死了就多给我们赚一笔赔偿金吧 我动弹不得 她眼睁睁看着我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思绪被疯狂震动的手机拉回 是我妈和嫂子发来的信息 知意呀 你怎么还没回来呀 壮壮饿得不行了 你快点吧 实在不行你坐车回来吧 许之意 你裸里巴缩在干嘛呢 你侄子饿得嗷嗷哭 你是不是故意的 饿死你侄子想继承家产 是啊 那么些年 我妈把我身上的钱 搜刮得一干二净 为了节约 买东西十公里的路 愣是让我走着去 今天孙子饿了 倒是大发慈悲 让我坐车了 自嘲地笑了笑 我关上手机 一夜噩梦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寿楼处 这房我已经来看过好几次 置业顾问微笑着问我 许小姐 这房是要写你妈妈的名字吗 我摇摇头 不 写我的 置业顾问微微一愣 随即露出一瞬的鄙夷 毕竟对她而言 就在两天前 我亲口告诉她 这房子是要送我妈妈的 她当时百般跟我确认 还一直夸我孝顺 我懒得解释 总不能告诉她 我妈为了这房子 杀过我一次吧 想到上一世 他们在公司的恶劣行径 我依旧心有余悸 连忙打电话给领导 借口要好好修整一下 请了半个月的假期 因为才给公司立了大功 领导爽快地给我批了假 我又想办法 加上了保安队长的微信 给她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和我妈和嫂子 还有哥哥舅妈的照片 拜托她 如果发现照片上这几个人 可千万不要放进公司里 保安队长收了红包 并没有多问 只回包在我身上 我火速搬进了新家 市中心的大平层 整整五个房间 嫂子愣是算上两个 还没怀上的孩子 嫌房子小 将我赶了出去 我替他们辛苦赚钱一辈子 到死还被他们榨干利用价值 额了一笔赔偿款 现在想来 真是一个活生生的笑话 不过两天没有回家 我就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请问是许志义吗 你母亲来报警说你失踪了 警官话音未落 我妈一把抢过电话 许志义 你死哪去了 你知道 妈妈有多担心你吗 我笑了笑 别担心啊妈妈 我买了套大房子 准备给您惊喜呢 隔着电话 我都能感觉到 我妈在那头一蹦三尺高 什么 你这小贱蹄子 你哪来的钱 背着我买房 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老娘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背着我藏那么多私房钱 你怎么对得起我 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别嚎了 我皱了皱眉 将手机拿得老远 江山别墅 你来吧 挂掉电话 我回到了居住了二十多年 那破旧的房子里 果然 家里空无一人 连同对面的舅妈都不在家 想必他们都做着 即将入住别墅的美梦吧 我妈不相信银行 这些年 每当我交给她的钱 达到一定数量 她就会将它们封进墙里 倒是方便了我 江山别墅在隔壁时 一来一回 至少四五个小时 这时间 足够我慢慢把墙砸开 拿回我这些年辛苦挣的每一分钱 两小时后 墙面千疮百孔 我面前全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将它们整齐码在我带来的小箱子里 我找来了搬家公司 将这房子里所有的一切搬了个空 这么些年 我妈还有哥嫂三人 从未工作过一天 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东西 都是花我的钱置办的 哪怕是一张桌布 我都不想留给他们 我帮着师傅搬得大汗淋漓 师傅问我 这些东西要搬去哪里 我思考了一瞬 二十公里外的垃圾场 您随便找个帮我丢掉就好 师傅开着卡车绝尘而去 我回头看着房屋内空空如也 后悔没有将门窗 也拆下来给师傅带走 忽然好想在这里安个摄像头 录下他们回家后 看到这一切的反应 在循环播放 下午 我躺在新家宽大的沙发上 刷着手机 一场直播冲上了热门新闻榜首 标题是穷丰的一家 幻想自己有套大别墅 点进去一看 赫然就是我妈 带着哥嫂还有舅妈 在江山别墅大门口 跟人家的保安扭打在一起 嫂子将婴儿车推到一旁 在我妈的指挥下 跟舅妈一起冲上前去 对保安又抓又咬 我妈站在后面 双手插腰 猴得脸红脖子粗 大家快来看啊 我女儿在这里买了房 这该死的看门狗 竟然不让我们进去 真是刁奴妻主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一开始保安不好 对他们动手 只是大声地警告加呵斥 被打得呲牙咧嘴 后来实在疼得不行 便开始还手了 我妈一看保安还手 立马使唤着我哥加入了战局 保安不敢下死手 可我这些无所畏惧的家人们 全权盗肉 颇有一亿敌百 要捍卫自己家园的气势 弹幕上一片震惊 我的天 这是穷疯了吧 这老太婆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呀 好恐怖 还好这奇葩的一家子 不是我的亲戚 否则我都没脸见人了 直播中断道 他们被警察带走 不一会我就接到了 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说我妈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跟对方道了歉 让我去付一下打人的赔偿 估计我妈已经被控制住了 没办法来抢警察的手机 她在那头大喊 许之意你要死啊 你房子到底买在哪儿了 还不快滚过来把钱赔了 难道你打算看着你妈坐牢 哟 两天没见 学会读心术了 警官 不是我不赔钱 但我妈这脾气 该怎么判怎么判吧 否则她出来 也是个祸害 不理会电话那头的咆哮 我挂断了电话 就我妈那个脾气 断然是不可能自己花钱赔偿的 所以她暂时还不知道 家里已经被搬空的事 而保安们 也都只是一些皮外伤 所以他们并不会被关多久 就当作先收一点利息吧 他们一家子被放出来的时候 我在海岛度假 警察给我打电话 问之不知道家里丢东西的事 我说东西没丢 是我拿的 家务是吗 警察自然不管 而我妈已经没了任何能联系到我的方法 只得又脱家带口地找上了我的公司 保安们按我交代的一样 告诉他们我已经辞职了 他们自然不信 日日在我公司楼下蹲守 就想趁机去我公司楼上一探究竟 可我天天给公司的安保队发红包 请他们喝奶茶 对这事儿 保安们积极得很 只要这一家子出现在我公司附近200米范围内 他们就开始驱逐 是不是还拍些照片发给我 不过半个月的光景 我在海岛享受阳光沙滩 我妈他们在我公司楼下 苦着一张日益销售的老脸 风餐露宿地蹲守我 原本白白胖胖的嫂子 看起来足足老了十岁 眼神里满是疲惫的恨意 我哥就更不用说了 一张脸趋黑 像是一年没有洗过 头发油成片状 东倒西歪 胡子拉叉 跟精神失常的流浪汉 没什么两样 再次见到他们 是在法庭上 我妈实在是找不到我 所以索性将我告上了法庭 要让我被法律制裁 让所有财产拱手相让 让我一度怀疑她没读过书 再次见到我妈 我不禁正住了 不过半月的光景 她简直老得离谱 这些年的生活 从未让她操心过分毫 她将所有的心眼 都用在了怎么对付我上面 所以明明五十岁的年纪 看上去同一般四十左右的夫人 没什么区别 而现在她头发花白 皮肤干枯 脸上的皱纹 能夹死苍蝇 整个人显得又瘦又小 就连身上的衣服 都是舅妈前些年 就不要又没舍得丢的破旧棉袄 我站在被告席上 她双眼像是脆了毒一般 恶狠狠地瞪着我 看到她的惨状 我忍不住咧了咧嘴角 她恼羞成怒 指着我朝法官哭嚎 就是这个白眼狼 青天大老爷呀 你快把她抓起来枪毙 快呀 我生了她 养了她二十几年 她居然偷走了我所有钱 还把我家给搬空了 快把她抓起来 别让她跑了 给她戴手铐 哥哥见到我 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吼 婊子 赶紧把老子的钱还来 不然老子要你的命 我嫂子在一旁抱着孩子 呜呜地哭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受了多大的委屈 天地良心 且不说他们这么些年 都是靠我一个人养着 我拿走我自己赚的钱 我错了吗 舅妈在一旁添油加醋 刚刚挤眉弄眼 摆出一副刻薄的表情 又清了清嗓子 哟 结果还没开口 就被法官打断了 安静 法官不满地瞪了他们一眼 所有人都善善地闭上了嘴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 因为在来之前 我就给自己请了最好的律师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资料 证明了这些年 我对这个家的付出 也证明我拿走的财物 都是我自己赚的 并无任何偷窃抢夺的嫌疑 一番操作行云流水 惊得一家黑心的白眼狼 何不拢嘴 直到法官宣判 我不需要为此做出任何补偿 只等我妈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 一个月支付给她五百块生活费便可以了 我不服 我妈一张脸 气得通红 对 不服 哥嫂也是愤愤地道 要是我脱离了这个家 舅妈就再也捞不到好处 她赶忙跟着大喊 我也不服 我的律师都没忍住 回过头白了她一眼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凑什么热闹 舅妈哑口无言 好半天憋出一句 就跟我有关系 法庭里的人渐渐走远了 我妈看着自己的撒泼打滚 没有任何作用 冬的一声闷响 气得晕倒在地上 哥哥和嫂子健壮 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将她扶起 反而是指着我怒道 你完了 你把妈给气死了 裴浅 听到这话 我那倒在地上 刚睁开了一只眼睛的母亲 又赶紧闭上了眼 地板冰凉 她裸露在外面的手 却忍不住往回缩了缩 哥哥嫂子仍然 没有丝毫要扶她起来的意思 反而挡住了我的去路 指着地上的妈妈 理直气壮地道 说吧 你打算赔多少钱 没搭理他们 我转身离开 最后还是工作人员看不下去 将地上的我妈扶了起来 出了法庭 我开着新买的车子 从他们面前驶过 后视镜里 我哥张牙舞爪 看他的口形 好像是贱人 从我的车上滚下来 经过法官的调节 我加回了妈妈的微信 只是开了消息 免打扰 等我再想起来 点开的时候 消息足足有 好几百条长语音 第一条 知意你在哪里啊 妈妈好想你 哥哥嫂子 还有壮壮都好想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你如果继续这样 我会死不瞑目的 最后一条 许之意 你给我等着 我要上网曝光你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你狼心狗肺 我要让你尝尝 被所有人唾骂的滋味 中间的我都懒得点开 无非就是些 他从伪装到破防的过程罢了 正准备关掉聊天矿 一段视频谈了出来 视频里 我妈他们一家四口 窝居在舅妈的小房子里 许壮壮满脸通红 哇哇地哭 我嫂子急得团团转 我哥在一旁大喊着 都是我做的孽 要杀了我 又是一段语音 我妈说 许之意 但凡你还有点良心 你就赶紧回来 壮壮发烧了 四十度 从小他生病 都是你带去看医生的 你嫂子除了你不相信任何人 都不让我们碰壮壮 你赶紧回来吧 不然一会壮壮烧成傻子了 你就是我们许家的罪人 我本不想搭理 可孩子是无辜的 我给他们打了电话 一接通 嘈杂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怎么回事 我话音刚落 我哥就抱走了 怎么回事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回事 要不是你把家里搬空了 我们至于 沦落到 舅妈家里来住吗 大冬天 连个厚被子都没有 家里的钱 都让你给偷走了 壮壮吃不好 穿不暖 能不生病吗 我深呼吸一口气 许文强 你是不是有病 壮壮是你儿子 还是我儿子 这么些年 他吃得穿得用的 有一样是你掏钱买的吗 不只是他 我养了你们全家这么多年 你念过我的好吗 你就是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白眼狼 自己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不出去找工作 还有脸在这吵吵 神经病 但凡他还有一点自尊 听了我这话 就该哑口无言 哪晓得徐文强 只是冷哼了一声 你搞清楚 你一个女的 赚的钱 不都是我们许家的 既然你赚的钱够花 我干嘛 还要出去吃苦受累 简直是对牛弹琴 忽然 我嫂子一阵暴哭 壮壮 壮壮不行了 许知义 你赶紧给我滚过来 带壮壮去看医生 要是壮壮死了 我也不活了 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叹了口气 还是选择了去一趟 不是因为嫂子的威胁 只是觉得孩子是无辜的 壮壮才不到两岁 我担心他因为自己父母的愚蠢丧命 当我又回到这个充满了欺骗与谎言的家 敲响了门 我哥兴奋地打开了门 一把将我拽了进去 嫂子立马从一旁关上门 双手抱胸 一副看死人的模样看着我 我才注意到 我哥左手拿着一根手臂粗的木棍 翅膀硬了呀 许知义 我今天非得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 我妈和舅妈坐在沙发上 恨恨地瞪着我 你知道这些天我们过得什么日子吗 把钱交出来 你哥或许揍你的时候能轻点 我冲进房里看了看壮壮 眼角挂着泪睡着了 我掀起他的衣服 上面青一块紫一块 都是掐痕 难怪刚才哭得那么惨 我不禁朝着他们冷哼一声 真狠啊 为了骗我回来 这么小的孩子 你们也吓得去手 嫂子呸了一口 你在这儿装什么好人 要不是你把家里钱都给偷走了 我儿子能受这样的苦吗 喝 还真是一张床上睡不出两种人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家子 气势汹汹地瞪着我 大有要滥用死刑的架势 所以今天我不把钱交给你们 是走不出这间屋子了 我妈恨恨地点了点头 我哥得意地道 哪怕是把钱交出来 你也别想好好地走出去 说着 他又挥舞了两下手中的棍子 今天我非得让你知道 惹怒我的下场 就因为我带走了我的钱 所以你要打死我 我哥尚且还没反应过来 我妈听了这话 瞬间火冒三丈 你的钱 你哪里有钱 我们家哪有你的钱 我养你这么大 就是为了让你好好赚钱孝敬我 你赚的钱都是我的 我的钱只会给你哥哥 你明白了吗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属于你哥哥 懂了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我准备离开 我哥挡在了门口 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得了的地方吗 进来 我话音刚落 门口一个两米高的壮汉 一脚踹开了门 我哥直直地脸朝地 摔了个狗吃屎 我踩在他的身上 伴随着一声闷哼 我潇洒出门 开玩笑 这蛇属一窝 我怎么敢直身前来 大哥 你那一脚真解气 我朝着来之前 顾得保镖 竖起了大拇指 满是纹身的保镖大哥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哪里哪里 给保镖大哥结账道谢后 我回了家 恰巧碰上一对保安 正在巡逻 不知是不是错觉 有个保安看着我 冲着我笑的圣人 他的脸有些莫名的眼熟 可我实在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两天后 我去公司上班 回家的时候 发现门口贴着大大的喜字 我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 站在门口看了又看 直到门从里面被打开 哥哥和嫂子一左一右 拿着礼花 绷了我一身 新婚快乐 你们怎么会在我家 话音刚落 我妈一把将我拽进了房子 舅妈牵着一个 身穿新郎服的男子 走了出来 赫然就是昨晚 我在小区里面 遇到的那个保安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 感情是跟我舅妈 长得一模一样 舅妈开口了 知意啊 这是我侄儿张小波 以后就是你的老公了 要不是他在小区里遇到了你 我们还不知道 你买了这么好一套房子呢 既然你们俩有这个缘分 那就妈和你妈 就替你们做主了 结婚吧 咱们以后亲上加亲 我妈也在一旁帮腔 这些日子 多亏了你舅妈 要不我跟你哥 就被你害得露宿街头了 一家人没有隔夜仇 我都看好了 主卧留给你哥嫂 你舅妈和你表弟 一人一个房间 我一个房间 那个保姆间 就留给你和小张 等你赚了钱 就再买套小房子搬出去 明天你先跟我去民政局 把房子过户给你哥 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 我气得发抖 他们却沉浸在住大房子的兴奋中 无法自拔 我拿起手机叫保安 刚一开口 我妈抢过我的手机扔得老远 你叫保安做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难道你想赶我们走不成 嫂子大啦啦的往沙发上一趟 有这么好的房子 我是不可能再搬回那贫民窟去 谁要赶我走 就是要我的命 我哥连忙哄着他 老婆你放心 这房子就是我的 谁抢我砍谁 张小波更是咧开了嘴 露出一口大黄牙 伸手就要来拉我 走吧老婆 咱俩洞房去 我赶忙退后 跟他保持安全距离 大白天的就开始做梦了 谁是你老婆 张小波一听 顿时脸色一黑 差不多行了呀 叫你一声 老婆是给你脸 像你这样的破鞋 要不是看在 沾亲带故的份上 谁愿意娶你呀 我气得发抖 再不滚出去 我就报警了 张小波不懈地 撇了撇嘴 别装了 谁还不知道谁呀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你根本就没有辞职 就凭你 这么年轻 能买上这么大的房子 肯定是勾搭上老总了呗 大方帝承认吧 我不嫌弃你 婚后也同意你继续勾搭 等你再买上一套 这样的房子 咱俩就搬出去 你就辞职 老老实实在家 相夫教子 在我愣神之际 我妈一把抽走了我手里的手机 哥哥和嫂子推着我进屋 小波 入洞房了 舅妈在我身后 一副小人得志的语气 生米煮成熟饭 不怕她不听话 我妈更是可恨 她要是不听话 就去她单位闹 把她做的丑事公之于众 我看她还怎么见人 跟我斗 她还嫩点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 被推着往前 回头看着我妈一脸恶毒的模样 笑中带泪 妈 你可别怪我心狠 事情变成今天这样 都是你逼我的 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 张小波刚好撕开了我的衣服 直到她被控制住 还在不知死活地大喊 凭什么抓我 我跟我媳妇睡觉也犯法吗 你不跟你媳妇睡觉吗 嫂子和舅妈吓得瑟瑟发抖 哥哥还耿着脖子 赶警察离开 谁让你们来的 你们管天管地 还管得到老子的家务事 我妈挣扎着想要冲过来打我 你这不要脸的小剑蹄子 你什么时候报得紧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你懂不懂 你的婚事我说了算 你报警也没用 可事实证明是有用的 张小波强奸未遂 被判得最重 其他几人作为帮凶 也或多或少判了几年 一开始 我妈还觉得我是她女儿 不管什么罪名 都落不到她头上 还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被警察科普后 她怂了 法庭上 我妈一把鼻涕 一把泪得哭求 执意啊 妈妈那么爱你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我不过是 给你找了个好老公 知根知底又靠谱 人家还不嫌弃 你赚的钱赃 你到底哪里不满意 不满意也就罢了 你非得把我送进监狱 那你不怕遭到天打雷劈吗 我看着她人面瘦心的模样 没有心软分毫 放心吧 妈妈 但凡老天有眼 先批的一定是你 我在小区里撞见张小波的那个晚上 她看我的眼神 让我辗转反侧了很久 死过一次 我看过了人性罪恶的一面 我很清楚 她看我的眼神 已然是把我当成了猎物 第二天一早 我便悄悄在家里装了监控 所以自打张小波通过在物业那里 偷走的我家的备用钥匙 带着我妈他们 打开我家门的那一瞬间 我便收到了监控提示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将我的心房糟蹋得一塌糊涂 满地的脚印 随地乱土地谈 还有我哥的烟头 直接灭在我精美的餐桌上 他们再将我家贴上艳俗的喜字 商量着怎么分配每一间房 怎么榨干我最后的利用价值 就像在讨论一个没有灵魂的物价一般 他们怎么会想到 在算计我的时候 自己已经成了我的梦中之憋 开庭那天 他们从一开始地不屑到害怕 再到哭求 再到流干了眼泪 绝望的诅咒与呐喊 最后被关进监狱 但我知道 那并不是他们的终点 几年后 徐总 七点还有个会 秘书拿着一打资料 放在我桌上 知道了 我拿着咖啡 站在落地窗前 欣赏日落 忽然 公司楼下一行人 鬼鬼祟祟的模样 引起了我的注意 喝 算算日子 他们的确已经放出来了 猎杀时刻 我换上一双平底鞋 下了楼 想必他们 还有几年前 被保安驱逐的阴影 躲在绿化袋后面 探头探脑不敢出来 我故意往前走了走 几人 焦头接耳一翻 我妈一马当先冲了过来 许知义 你这杀千刀的小剑蹄子 她撕心裂肺地抓着我的一脚哭嚎 你知道这几年 我过得有多惨吗 我是你妈呀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在她惊天地气鬼神的哭嚎下 围观的人越来越来 我看着她一咬牙 松开了紧紧抓了我一脚的手 扑通一声 跪在了我身前 咚咚地刻起了响头 泪水夹杂这地上的灰尘 沾染在头发上 让她看起来十分狼狈 不明所以的出瓜群众们 纷纷拿出手机 想要记录下这一切 这老婆婆好像是她妈妈 哎 好可怜啊 怎么能让妈妈给自己磕头呢 心太黑了吧 更有热心的人一把 扶起了我跪地痛哭的母亲 老人家 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 现在子女不孝 是可以将她告上法庭的 我们都会帮你 说完 她还恶狠狠地蹬了我一眼 就好像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一般 我妈见大家都帮她 于是更加可怜地指了指身后 我哥坐在轮椅上 被嫂子推了出来 瘦骨临寻 怎么看怎么狼狈 嫂子抹了一把眼泪 指着我粪粪地道 请大家给我们平平礼 这是我小姑子 她偷走了我婆婆所有的钱 还找人打断了我老公的腿 将我们赶出家门 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她的腿明明是在监狱里 跟人打架弄伤的 舅妈在一旁帮枪 对 我是她舅妈 我可以作证 这些事都是真的 她从小就坏 没想到长大了 更是心狠手辣 六亲不认 我一句话都没说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看着几人可怜巴巴的样子 周围的正义之士 开始整齐地呐喊 还钱 还钱 听得我妈赶紧捂住了脸 只有我 看到了她邪恶上扬的嘴角 终于 人群里发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声音 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个组合 跟前几年爆出 那一家子吸血鬼好像啊 于是前几年 我发在网上的视频和录音 又被人挖了出来 录音就是他们用壮壮生命 骗我回家那次路上的 视频自然是他们偷偷潜入我家 逼我跟张小波结婚那天 众人拿的视频比了又比 就是他们 这是从牢里放出来了 天哪 一放出来就马不停蹄地又来造谣女主 吸女主的血 我的天 女主真可怜 这是摊上了怎样的一家人呢 风向骤然变了 我妈一行人被大家指着鼻子痛骂 她挥舞着四肢无力地解释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没有骗人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实打实的证据面前 她的话没有丝毫的信服力 几年前我就知道舆论的恐怖 而我妈 一无所有 她如果想要伤害我 必定需要仰仗舆论 所以那些能让她身败名裂的证据 早就家喻户晓 只有她不知道罢了 他们在众人的唾沫中 夹着尾巴跑了 吸血鬼出狱的新闻 又一次上了热搜 他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指着点点 我以为生活会就此变得宁静 可是没有 我想过他们吃惯了软饭 受不了工作的辛苦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不顾众人的目光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在我公司楼下摆了个破碗 开始要饭 可大多数人对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清楚得很 并不想帮助这样黑心肠的一家子 偶尔路过那么几个不明所以的人 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给他们一口吃的 所以肉眼可见的 他们一天天消瘦 憔悴 露宿街头 生不如死 越发的悲惨可怜 一开始 我妈笃定 我会因为害怕丢脸 而不得不管她 后来 她以为血浓于水 我总有一天会想起 她是我的亲生母亲 可直到她冻死在街头 我都没有心软 妈妈死后 舅妈绝望地离开 不知所踪 哥哥和嫂子目光呆滞地蹲守在我公司楼下 有一天 我加班到深夜 刚下楼就撞见嫂子发疯一般 推着我哥的轮椅往大街上冲去 一辆货车来不及刹车 将我哥撞飞 嫂子愣了一瞬 随后大喜 她疯狂地拦住 想要上前查看我哥伤势的货车司机 拼命地喊 你撞死人了 你杀人了 你赔钱 我看着哥哥躺在地上直抽抽 默默地打了120 司机被嫂子缠住 对我千恩万谢 嫂子见我拨打了120 朝着我哥的方向冲了过来 一脚踩在我哥躺血的伤口上 这不是死了吗 我哥没死 但他变成了植物人 躺在医院里一动不动 或许生不如死 嫂子疯了 被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交通事故嫂子全责 货车司机不用赔偿半分 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这件事归根结底是因我而已 我主动给了她一笔钱 了表歉意 后来再无人将我往地狱拖拽 我辞掉了工作 找寻人生新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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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